2025年8月,地球频繁震动,全球超过1万宗地震 东亚与东南亚更是热点不断 今天,我们带你盘点本月最重要的地震事件 2025年8月,全球共记录10508宗地震 其中,震中最强的一场出现在德雷克海峡,震级7.5级,引发海啸警戒 在东亚与东南亚,共有225宗地震 其中,印尼最多,高达95宗,阵级最高6.3级 日本则有68宗,集中在东北与南部海域 菲律宾有22宗,东地温有14宗 台湾与中国各有10宗,就连缅甸也有6宗 在10508宗地震里,就有1480宗是在阵级2.5到4.5级 而超过4.5级的地震,竟有900宗 全球前10大地震包括,德雷克海峡7.5级 俄罗斯千岛群岛多次强震 以及所罗门群岛,印尼,土耳其和阿富汗的6级以上地震 区域内最大地震是印尼,阿贝普拉6.3级 其次是印尼西纳邦与波索的两场5.8级的地震 日本也有多次5.5级以上地震,包括羽纳国岛附近的5.5级 地震无法预测,但防灾意识可以拯救生命 记住,平时多一分准备,灾难时就多一分生存的机会 获取更多防灾知识与国际灾害最新资讯 请订阅频道,获取第一手信息 请求订阅,感激点赞 您的鼓励是最好的回馈 小林在此感谢您的观看 愿您有美好的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